2020年的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虚弱和外强中干 谁能想到当时第一强国的美国在面对疫情肆虐的时候如此不堪 到今天将近3000万人的确诊和超过50万人的死亡 让我们感觉到这哪是美国呀 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也不过如此 然而我们更想象不到的是进入到2021年之后 美国的灾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 就在这两天我们都看到了暴风雪肆虐下的美国是何等景象 上亿人遭灾超过500万人被停水停电超过一周 很多美国老百姓可怜的把家里的婴儿床都劈了 用作烧柴取暖 还有很多美国人因为寒冷而一命乌乎 说实话谁能想到这种惨状竟然发生在科技与经济无比发达的美国 到21世纪了 竟然还有人会因为停电而冻死 我们屡次讲 虽然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了 然而面对大自然我们还是非常渺小的 但是渺小的人类有着很多应对自然灾害的方式 哪个国家没有洪涝灾害暴雪来袭 哪个国家没汤上过百年不遇的大灾 可是像美国这样应对荒腔走板的国家已经不多了 咱们就说停电这个事吧 在我们的印象中啊 停电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中国 那是发生在现代的印度 那是发生在一些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国家 美国上百年前就有了地铁 有了摩天大楼 有了上万个机场 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也会停电吗 是的 除了这次寒潮导致停电之外 美国在过去这些年 停电那也是司空见惯的 不光冬季会停电 夏季也会停电呀 早些年间 华盛顿夏季就连续停电一整天 当时老百姓抱怨啊 室外温度三四十度 停电了 空调无法运转了 这实在是人间炼狱呀 然而这下美国老百姓明白了 夏天停电 那顶天了是日子过得难受点 冬天停电 那可是要你的命啊 很多人都质疑 虽然说电视台播报的天气预报 并不总是很准确 但是总体而言 人类现在已经可以预测大的灾难 大的天气突变了 就像美国这次寒潮肆虐吧 很早的美国各级政府 其实都接到了警报 大多数人都知道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寒潮要到来 然而似乎大家只是接收到了信息 没有做任何预防措施 而且更夸张的是 当寒潮来袭之后 美国各级地方政府表现的简直就像一个巨鹰 完全的束手无策 就让老百姓自己对抗寒冷停电和没水没气 以至于很多美国老百姓现在在抱怨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可以把探测器送到火星上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号称随时随地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动一场战争的国家 然而当一个小小的寒潮到来之时 美国政府做事几百万老百姓一整周的停电 怎么会这样呢 曾几何时啊 大概十多年前吧 中国互联网上遍布着高知 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任何一个方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 公知们都会出来解读 最终他们都会归结到一点 那就是体制问题 好啊 今天我们就可以用公知的方法来解决美国的问题了 美国为什么会停电这么久 美国为什么应对韩朝如此无力 是不是也可以归结到体制问题呢 我们以往就讲 为什么说美国是个外强中干的老大帝国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家发达上百年了 各种基础设施我们是近十几二十年才修建的 人家是上百年前修建的 可是反过来讲 这上百年前修建的基础设施 能够扛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灾害吗 更关键的是 美国是一个把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国家 我们以往就说美国几乎什么事都可以搞私有化 而且美国有大量的人鼓吹私有化和市场化 对他们来讲 任何问题只要套上私有化的外壳 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这次供电系统的问题 坏就坏在私有化上 众所周知 美国的各级电网发电企业也是私有化的 私人老板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自然是能省则省 几十年前修建的供电网络 能用就让它接着用 没有必要多建什么融鱼设备 没有必要考虑什么几十年一遇的灾害 更关键的是 这次韩朝最严重的德州 它的电网都是特殊的 要接入联邦其他各州的电网都很困难 而且一有人质疑这个事 人家就跟你讲 私有化是最有效率的 让老百姓用钱投票就能买到最好的服务 是啊 所以我们这次在德州韩朝中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 一方面 大量的居民社区停水停电 老百姓在寒冷中煎熬 另一方面德州市中心还是灯火辉煌啊 那个灯24小时都不灭呀 而当美国老百姓向地方政府求援的时候 美国德州一个市的市长竟能讲出啊 哎 救援呢是社会主义国家才会干的事 我们美国根本不会干这个事啊 遇到困难了 你不要向政府求援 自己解决得了 说实话 听到他这个话语 我真是不知道他是在表扬我们呢 还是在恶心自己 以往我们就跟大家聊啊 美国几乎所有机构都可以私有化 美国的中央银行可以私有 美国的军队供应商可以是私人的 美国大量的保安公司都是私人武装 甚至美国人监狱都是私有化的 私有化确实有好处 一方面给政府减负担 本来应当大量由政府牵头搞的投资建设 都由私人企业来运作了 政府自然减少了很多麻烦 另一方面私有化在某些地方确实是有效率的 资本这个看不见的手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然而是不是社会分工中的每一行每一类 都适合私有化呢 我们就说监狱吧 曾经有个美国监狱公司的上市大老板 人家非常得意的分享经验说 我们私营监狱的效率比公立监狱高得多了 他们可能一个人管十个人 我们一个狱族能管一百个人 为什么会这么有效率呢 因为美国私人监狱中私刑泛滥 犯人在其中根本没有基本的尊严 私有化在有效率的同时是有很大的弊病的 电网又何尝不是这样啊 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所以在电网设计上能省则省 没必要搞过多荣余的备用设备 而当灾难真正来袭的时候 私有化公司又没有足够多的人去检修设备 那就等吧 等寒潮退却之后 气温上来了 供电自然就恢复了 而在停电期间 还能发电的企业 正好可以把电卖个天价 所以这两天我们又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报道 有的那个美国老百姓 是这两天没停电 可是收到了令他足以心惊胆战的账单 几天时间电费就高达上万美元 在私有化的影响下 供电企业要求利润最大化 而地方政府又根本不作为 所以对于这几百万深受停电之苦的美国老百姓来讲 那就只有一个字了 扛 而且在过去十几二十年 美国各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停电问题 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讲 这已经司空见惯了 谁叫你有幸生在美国停电了 那就只能扛过去吗 而且美国联邦政府也在这次停电事故中负有一定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年来 尤其是过去四年 特朗普总统当政之时 他不是要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吗 他不是要把制造业迁回美国吗 他也要求美国政府和美国大企业在采购之时 尽量采购美国的产品 而不采用他国的产品 于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命令之下 美国各级供电企业在采购供电设备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变压器变电站各种各样先进的供电设备通通不能采购中国的必须采购美国的因为他们担心使用了中国的供电设备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 不光供电系统是这样 通信系统也是这样 甚至前两年有个美国议员还说 美国各级地铁采购车厢的时候 最好不要采购中国企业生产的 他们担心中国企业生产的车厢装满了摄像头和窃听器 美国普通老百姓今后坐地铁就会被中国监控所有数据传送到中国 多么荒唐可笑 然而 这却是事实 所以对于美国那些企业来讲 他们没法买到便宜实惠的中国产品 只能花大头钱买美国产品 于是 在预算相同的情况下 美国的电网和基础设施就更是不堪一击了 明明可以少花钱多半是采购中国的产品 美国联邦政府偏偏不让 明明有很多社会责任是应当政府承担的 结果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旗号下 通通的推向了社会 这是不是美国的体制问题呢 而这个问题不解决 未来停电的事情只会更多呀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